好 下面我们接着来看38课的第四段 请看题目 它说 Ice is only as safe as the water from which it is made and should not be put in drinks unless it is known to be safe 它说这个冰仅仅和制造它的水安全性是一样的 其实水是安全的 冰就安全 水不安全 冰箱也不安全 同时怎么样呢 不应该第二句并列句 and 是冰列联词 主语还是这个冰 不应该被放到饮料里面去 除非怎么样 unless到句末当然是一个条件状态从句 除非这个冰我们知道它是安全的 这个know it is known to be safe来自于固定搭配 know somebody or something 后面加动词不定是to do 这个固定搭配咱们在前面说 这个搭配不会的话 咱们写文章也是容易啰嗦 好 咱们看看这句话里的一些细节 首先就是我们最后那个 it is known to be safe 这个know to do 这个是个固定用法 希望大家记住 know加冰语后面再加动词不定是直住 知道某人某物如何 因为如果不会搭配的话 很多同学在know后面加冰语从句 这就比较啰嗦了 我们回顾在34课讲过这个知识 我们再看一看 在34课里面 201的第17到18行 这是34课讲的句子 这句子之前咱们先看一个简单的小例句 比如说看这句话 we know her to be honest 我知道她是诚实的 你看你要不会搭配的话 很多同学说 我知道她是诚实的 很多人会写 we know that she is honest 会这么写 这样的话 we know后面加冰语从句 就啰嗦了 而直接用一个简单句更简洁 所以会搭配的话 这句子变化更多 而且可以写的简单一些 下面我们就看看34课里面 就201的17到18行 201的17到18行 What the child cannot forgive is the parents refusal to admit these charges if the child knows them to be true 看到了吧 知道某人某物是如何的 这个小孩子不能原谅的是什么呢 是父母亲拒绝承认 这些孩子对他们的指责 如果孩子们知道 这些指责是对的 这个them就指着前面的charges 孩子们对父母亲的指责 如果知道他们是对的 你看如果要是不会 这个搭配的话 很多东西说成了 know that they are true 就啰嗦了 没必要加冰语从句 相应的被动呢 被动也很常见 就be known to do something 后面还是跟动词 不定是to do 我们也看一些例子 two women are known to have died 据之啊 我们大家现在都知道 有两个女人呢 据了解已经死掉了 是这么一个 只用被动 后面还是加to do smoking is known to increase a person's risk of developing lung cancer 这吸烟呢 据我们已知的情况 它能够增加呢 一个人患肺癌的这个风险 这是被了解 怎么怎么样 后面还是加动词不定是吃住 这是可以的 好 我们后面看第二句 好 这句告诉我们呢 不要轻易把冰块加到水里面去 有人说呢 如果我想喝凉的怎么办呢 所有者教过我们了 看下去 他说drinks can be cooled by placing them on ice rather than adding ice to them 就是饮料啊 你要想冷却的话呢 可以把它们放到冰上 而不是这个把冰加到饮料里面去 这个drinks 饮料 这个词是可数名词 不同种类饮料 可以用复数 那么这里边 当然这个by placing them on ice 就是方式壮语 通过这个方式来冷却 这个rather than是比较壮语 而不是怎么样 而不是把冰加到饮料里面去 这个rather than后面加的是这个adding 在这儿呢 rather than可以看作借词段语了 后面加了动名词 但rather than后面也可以加上 相同词相的词 就前面加什么词 后面加什么词 这时候的rather than 看作一个类似于连词的用法了 这个rather than的搭配比较灵活 咱们来详细看一看 这个rather than呢 我们一般情况下 经常把它翻译成 而不是什么什么 这个词性呢 特别灵活 如果后面加的是动名词段语 像本文中那个 一般来说呢 可以把rather than看作借词段语 就好了 咱们看一些例子 she was angry rather than being pleased 这个女人很生气 而不是很开心 rather than 后面加是being pleased 在这把rather than 看作借词段语好一些 再比如说 we ought to check up rather than just accepting what he says 我们应该仔细地检查 而不是仅仅就接受了 他说的这个话 这个后面 rather than 后面跟just accepting 跟动名词了 还是把它看作是 借词段语好一些 但是rather than搭配特别灵活 rather than经常可以后面加上 各种各样的词都行 前面加什么 后面加什么 这个用法 我们在前面第九课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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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间谍活动里面 咱们曾经说过 rather than 后面不加动名词的时候 一般把它看作是 准并的连词 用于连接词性相同的词项 就前面是什么词 后面加什么词 这时候可以看得类似于连词 准并的连词 这时候rather than 就不看到接词段语了 咱们也看一些例子 你比如说 she telephoned rather than wrote 她打电话 而不是写信 前面是一般过的事 rather than后面 还是可能一般过的事 这是前后用相同的 这个词项 再比如说 John ought to go rather than Jim 是John应该去 而不是Jim 前面是名词 后面是名词 都是跟着人 相同的词项 再比如说 He is to be pitied rather than to be disliked 他应该被怜悯同情 而不是被厌恶 前面用to be done 后面跟着to be done 结果一样 再比如说 I am going to forget the whole affair rather than cause trouble 我打算忘记整个事件 而不是再去惹麻烦 前面用forget动词原型 后面跟cause动词原型 都是放在动词不能是to后面 这是这个时候看到准备的连词 所以rather than搭配相当灵活 这两种大类型的搭配都是正确的 都是本文中 大致可以看的是第一种 就是把它看作七次算益 而不是把病加到里面去 第四段 我们跟老师就看到这